是 我們剛剛聽到了 可能我們的青少女朋友 萬一你真的是從事這個飆車危險的行為 那可能就是說我們剛剛大隊長的意思是 如果你查到第一次你就是留下一個紀錄 這輛車子的牌照就留下一個紀錄 查到第二次 那可能就是有法員可以把你整台車子就沒收 我再詳細說明一下 根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署條第43條 第一項第一款 第一項第二款 第三項 違反這幾個款項的行為 我們可以第一時間就可以給他沒入 就調扣他的牌照三個月 就根本不用等到第二次了 對 那如果他是公共危險 我們就把他車子就查扣 因為人是一送地檢署 車子我們就可以辦查扣 同時又可以告發第43條規定 那這個43條行政法主要的用意就是 配合後續的 如果他有第二次再有一款第43條第一項 第一款第一項 還有第三項的規定 我們就可以執行末入車輛 那末入車輛對新少年朋友來講損失非常大 尤其是他最喜歡的車輛 他每次騎出來都是把他車子打扮得漂漂亮亮 包括燈光 包括聲音 包括他的各種裝飾 他把他照顧得很好 如果因為這個車輛第二次再來飆車被查扣以後 被沒入以後 他應該是會很心痛 所以這一部分我們是呼籲青少年 能夠再改變原有的一個不太正當的這種飆車的習慣 從事比較健康的一個活動 是 好我們在這邊聽完我們大隊長非常非常詳細的說明之後 我們這邊就要請教一下我們陳惠文議員 因為我們知道在這個縣市合併前跟縣市合併後 因為整個市府的組織編制他可能相對不一樣了 那當然他有一些做法調整的不一樣 其實我們想要請教您的就是說 我們以在原高雄縣一直到現在高雄市的部分 那您對於警方他的相對的這些做法 如果我們要打個分數你要怎麼樣打 要打分數 你說把高雄縣跟高雄市分開來打 還是現在的作為替他們打分數 對就是原高雄縣的時期 你會覺得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在那個時候可能大家的做法是什麼 那你幫他打幾分 那現在合併了之後 你看觀察現在的 那你怎麼給分數 因為現在來講跟 因為之前接觸高雄縣的 看了他一直以來的一個作為 我比較有在觀察 那其實之前他其實都很用心 我平良心講 以不管是分局的也好 或者說相關的這些單位 他們其實都很用心在飆車組的部分 希望能夠去導正這些青少年 他的一個正確的觀念 那希望不要去從事這些危險的行為 因為這有時候是害人又害己 那有時候真的也是會 等於說也會害了一個家庭 甚至兩個家庭 其實家庭跟對方的家庭 對 尤其發生意外的話 對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 其實他常常因為又有媒體上的一個 大家對這個部分的重視 所以在強跟比較鬆的這個當中 一直很難拿捏 但是我知道高雄縣警察局當初其實滿用心的 那如果要我打分數 以他們的用心來講 我先不講成效 以用心度來講 我覺得可以達到百分之九十分 可以達到九十分 用心度 當然成效 因為我想這個長久以來 從很早期其實僅僅開始 對 這個發跡 這個飆車的行為發跡以來 真的這個確實是警方滿頭痛的一件事情 那剛剛我們的麗娜議員也有提到 那其實它是不只是警方的一個責任而已 它應該是社會 然後包括家庭 然後包括學校 這它是一個多方面要一起去探討去解決的 那所以在這個部分 成效部分當然它是有限的 因為我覺得一直沒有辦法把這個跨單位 然後做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決策 然後好像大家都把期待放在警力而已 都放在怎麼去治標 所以這個部分確實造成它是四倍公半 我是這麼觀察 那如果以成效來打分數的話 我想大概只有及格分 及格的六十分邊緣 好 這個分數非常的客觀 我們剛剛陳惠文議員提到他個人的意見 他也提到的當然就是說大家剛剛提到 如果說你就看這個飆車的問題來說的話 你可能它是一個環環相扣的 它只是說可能在取締的這個做法上 它只是一個治標 那究竟我們要從這個青少年的飆車 這樣的行為裡面 你可以看到什麼樣的問題的延伸 是不是請教一下我們陳惠文議員 我想好像飆車主的朋友 當然我們也很期待他能夠去做其他的休閒活動 也許同樣是尋求刺激或是需要一群可以認同的朋友 那這樣子的一個就是生活上面的轉移 其實很需要家長的協助 跟他其他同彩朋友的協助 那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說他從飆車的這個生活圈子 要轉到另外一個生活圈子 我相信這個中間要讓他去轉移的時候 事實上是需要靠社會很多不同的力量的介入 那但是我剛剛說回來就是說 其實因為我們的執法單位是在警察局 那因為警察局他已經是在第一線 當他這個行為發生的時候 他立即性的會有制止的作用 但是當警察局發現說有這個問題的所在的時候 事實上他就必須要去做整合的工作 當然應該要提出來就是說 去研究就是說這群青少年的朋友 相信我們去研究過這些飆車主 事實上他從十幾歲到二三十歲都有 那這些朋友為什麼要加入這個飆車主的行列 那也許有中錯生也許有其他的因素都不一定 那在這個生活圈子裡頭他所製造的社會問題 不只是只有飆車可能去 像我們剛剛講的可能是有這個公共安全的問題 那也許會有一些就是大家有逞胸鬥痕 甚至我在去年的這個案子裡頭就誠心發生過 就是莫名其妙的去打那個路邊的民眾的這些狀況 那他有一些逞胸鬥痕的一個情形 甚至到最後集結到最後會有一些有販毒的狀況 那他造成後面社會的問題 也許都不是這些原先青少年可以想見的 但是因為生活圈子的改變 讓他們去接觸到這樣的一群人 那他們去接觸到這群人的時候 可能就會導致他們在這些行為上面的不正當 那所以我覺得在這方面來講的話 其實在警察局他是最好去做一個統合的 當他發生這些問題然後癥結所在 就應該要去集結其他的相關單位去做一個處理 那所以你說現在教育局不進來去做參與的工作 或者說警察局的部分他有沒有去研究說說 這些年輕人當我抓了他以後 我是不是只有 就說抓到他把他送到法院去 或者說我沒收他的機車就是這麼一回事 那我剛剛也想到就是說你沒收機車的這件事情 事實上他會很心疼沒錯 可能背後更心疼的是家長 因為他可能不是買車的那個人 那家長他對於這個車子被沒收以後 他所回來之後這些青少年他所受到的 可能又是另外一番責備 那家長有沒有能力去自行 就說這樣的問題怎麼去處理 那或者會不會衍生到另外一個問題說 他為了要獲得另外一部車子 他會用其他的什麼方法之類的 那這些問題其實他可以演變成很多不同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到了最後還是要去講到就是說 警察局你有沒有去想到就是說 其實你還要去想的是怎麼樣 除了做治標的工作以外 治本的工作其實也要做 對就是說怎麼幫忙治本 那我們今天在節目當中和大家一塊來聊一聊的是 大高雄地區的相關的飆車問題 那如果觀眾朋友你對於像是這個飆車組 到底要怎麼樣想辦法呢 來幫他們怎麼樣治他們一下 或者是有沒有什麼樣比較有創意的意見 我們會有大家下等會 另外才會來討論 包括我們歡迎你來攻略意見 我們剛剛講到其實喔 談到這個飆車組 他後續會衍生的這麼這麼多的一些 跟治安相關的問題 這邊就要請教一下我們大隊講的事 好 那我們如果說 仔細來看到底是誰會來飆車 那究竟我們剛剛說提到的這件事情是 一群一群一群 那這一些他到底是怎麼樣去做一個集結 或者是你們有沒有去觀察過 可能飆車組他們的這個行為 到底是誰 這個飆車組剛剛有報告過 他的成分的那個大部分都是一些中錯生 家庭失和的 不管是單親或者是隔代教養這些學生 這些在教育上受錯 或家庭沒有得到溫暖的 那這些的部分我們在查獲 然後飆車組名測之後 我們會透過我們的少年隊送到學校去 同時我們也會要求分局到家庭去做訪談椰制 這一部分我們是從家庭跟學校 我們都分別去告知 請學校教育局來幫助輔導這些學生 那除了這些以外 青少年經常涉足的一些場所 包括電動玩具店或者是網咖或是KTV 這些都是他們飆車之前聚集的一個地方 我們會事先在這個地方來實施盤查 那以往我們每年在7月份開始都有青春專案 這個青春案就是在12點之後 盤查涉足深夜涉足在這些場所的青少年 那如果是沒有正當的一個狀況 我們會規定把他帶回去交給他家長 另外在剛剛所提 梁威妍所提到的 縣市交界的幾條路 以往都是高雄縣市交界的地方 這些的飆車主喜歡在這個地方穿梭 那以前就是用驅趕的方式 因為這是縣市不同 責任不一樣 所以有這種方式 那現在縣市已經沒有界限了 沒有界限就不能用驅趕的方式來做 所以我們今年就用整合 統合的方式來圍捕攔截 不能用趕來趕去的方式來處理 好 所以說我們的交通大隊這邊處理的方式 有一些調整 我們來接觀眾朋友的call in 我們歡迎的是來自鳳山區的孫小姐 孫小姐妳好 妳好 請說 妳好 請說 我是覺得最近的交通局真的是很麻煩 怎麼說 我們都會進行警方 而且我讓人的工作率不夠的挑戰 但每個人是幫忙 他們都在交換的時候 但是大家就有在市面上看過 每個其中他們都有陪對穿梭的工作地 如果是有人多的時候 他們是全地出版 而且我希望將他們的政府 深入於警方要在更多的工作地 比較符合 所有的公司主席全部都出來 然後直接交通局 讓他們敢再辦 是 所以孫小姐 您的意思是 你希望說 可以附警方的工程力 可以再伸張一些 是 其實警方已經很重心很嚴重 但是 我當時如果說 可以在全地接類似 不要說自己的房子中心 然後 當作可以調整來教肅 不要忍心著秘密的觀念 你當作有時候 大檔機 又無法手管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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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 為什麼 是 不告訴自衛 是 是 cheese 是 是 嗯 她是 你 我們 以貿易以貿易執行 謝謝 我們謝謝瀋小姐 有很多的意見 包括在取締飆車這件事情 到底有沒有可能打破甚至轄區的概念 或者是還有更多創意的做法來防止飆車問題 先進一段廣告 待會高雄現場繼續和你來討論